很多人问我说 心里你觉得胶片在未来会不会完全被数码替代 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好说 可是以我自己的观点来说 它是没有办法完全被数码替代 我们想一想黑胶机 想一想收音机 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是它内在的化学反应 其实它跟数码相机产生的照片 是有一个在产生这个过程当中 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你比如说你拍一张数码照片 你按一个快门 记录到你的数字的形式 记录到你的记忆卡里 最后再到电脑里 电脑里之后 不管你是输出印刷 还是你最后是拿来看一看 它其实当中都是跟电有关系的东西 可是胶片的产生的过程 它是化学的反应 它是化学的反应 它有很多的偶然性 有很多跟大自然本身有关 比如说你现在拍一张数码的照片 然后你倒到电脑的过程当中 算是一个在产生这个照片 对不对 在产生这个照片的过程 可是它不会因为温度高了四五度 五六度 或者这边吹一个风 那边泼在你屏幕上一点水 除非你把电脑弄短路了 你稍微泼个水在电脑上 或者是怎么样了 只要这个卡记卡不损坏 基本上这照片就是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可是胶片摄影的最大的魅力 就在于它风吹草动轻轻的有一点不一样 温度也好 冲洗时间也好 它通过这个时间上 或各种的因素 一点点的细小的改变 就会改变它的性质 那么这种特质 我认为是不完美的 它没有像数码的照片 这么的操作起来这么便利 方便 可是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经常会说 不完美照就完美 就好像是某些缺陷 它其实是会给予我们更多的可能性 那么今天这个摄影师呢 就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摄影师呢 他就很好很好地利用了 胶片的这个我所说的缺陷 那么这个摄影师呢 他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英雄主义的人 我很欣赏很多即时摄影师 虽然我并不是一个即时摄影师 可是我特别特别崇拜即时摄影师 因为即时摄影师都在做那些 又苦又累又赚的少的 但是对社会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这种拍纪录片的人也是 我觉得这些人都特别伟大 你知道吗 就是靠着信仰 靠着对对整个人类的 这个这个想要希望人类变得更好 这么一个非常浪漫 单纯的这个这个目的 在在在从事自己的工作 这个摄影师也不例外 他跑到了美国的一个叫碎市 碎市就是我们这个用两个石头取火的 这么这么一个碎市的小镇 这个名字很怪啊 碎市镇 这个地方呢 有57%的人口是黑人 我们不是说没有任何的歧视的意思 只是说客观的分析这数据 然后呢37%以上的 37%左右的人口呢 是这个低于美国贫穷线 这个美国的比较穷人生活 也是非常水深火热的 并不是说像大家看到那样 美国只有有钱人 只有好莱坞 并不是这样的 美国也有像印度那样的地方 比如这个碎市镇 他们连公共的这个净水系统 都是不完善的 没有像自来水系统 完全没有 所以政府只能就是说 从河里的瀑布那边取水过来 那么这样 而且外加这个恶性循环 因为你这个低于贫穷线 接受不了好的这个教育 所以人的生活习惯就差 导致这个恶性循环之后 其实水污染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很多人因此得了很多疾病 那么政府可能用很多方式 去糖塞或者怎么样 有点半抛弃的这么样一个小镇 这个记者知道了这些事情 很多人给报社 或者怎么样写匿名信 然后这个摄影师 他就跑到了这个地方 用35相机 135相机不知道他什么样的相机 他就拍了一系列河道瀑布 就是那些最基础的 就是很随机的拍了一些 构图我看看真的是挺普通的 这么一些的照片 然后拍完之后 他很绝的地方 就是他用了当地的水 他用了受水质源污染非常严重的当地的水 然后去充饮他的拍摄完的照片 特别有意思 拍那个地方 用那个地方的脏水来冲出来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 冲出来之后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底片摄影 胶片摄影 他对水的要求非常高 你不能说很烫的水 而且水温都差 一度两度都会影响到他的对比度 别说这么脏的水 里面那个颗粒 什么样可想而知 然后进去之后 马上会有这种斑驳也好 这种痕迹 马上给你出来 所以大自然真的挺奥妙的 他用这个方式利用了这个胶片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化学性质 敏感的化学性质 来让大家非常直观的去感受到了当地这么一个脏 一个污染的一个环境 可是让人佩服的是他这个作品远远不止于此 是50%而已 他又做了另外50% 同样还在同样的地方 还在同样的地方 还在同样的地方 重要时间说三遍 在同样的地方四遍 他拍了一样的构图 一样的 几乎一样 不能说一样 因为这不可能一样 对不对 就还是那些老地方 有瀑布 有河流 拍完之后呢 那拍完之后呢 他 不就是不用脏水洗了 他用了三种很有意思的液体 混在一起 一个是这个红酒 然后一个是漂白剂 一个是维生素C 这三个东西都是有他的这个内在象征意义的 红酒呢 代表的这个财富快乐 维生素C呢 代表的健康 漂白剂很显然代表是干净 用这三种元素呢 去对比之前的这个用脏水冲出来的这个照片 哇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油光异彩 感觉好像是仙境一样 梦幻的这么一个视觉效果 所以他通过胶片这敏感的这个化学反应 然后利用了三种四种好了 不一样的这个液体 他所产生的自带的这么一个视觉效果 客观的 你根本不能否认啊 这效果就在那里 用的液体就是那四种 对吧 你说如果说你普通的方法去冲 他说你这偏见 人家水挺好的 你作弊 你这个照片明明那边没有那么脏 你这么去拍 是在在诽谤人家 可是他事实永远是雄变的 他他只是用了当地的可取的这么这么一个很简单的资源 利用了胶片的这么这么自然的化学反应 产生了你根本推翻不了的视觉效果 那么另外这几种元素也是我们说我们正常社区啊 小康社会里经常会出现的三种液体 谁不喝红酒了 对吧 谁不用漂白机了 谁谁不用这个这个维生素C了 对吧 你不能否认吗 我们社区都有这些东西 用这些东西出来的效果和对比用脏水出来的效果 所以不同的 我们摄入到身体里的这个液体 产生出了不一样的照片 哇 这样的对比之后 让人真的是不得不佩服他的这个想象里 你都不用多说什么 两个东西放在那边一对比就会知道 健康是如此如此的重要 他会他甚至会直接的改变到视觉 他会直接通过某些方式作为在视觉上面 然后同时我们也在 让我们生活在非常好这个社区里的这个这个普通人 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这个生活用水 在另外的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是如此的珍贵 如此稀缺 我们生活在幸福当中已经开始 很多人说这个快乐的反应是什么 其实快乐的反应是真的不是不快乐 不是悲伤 而是麻痹 你想想看我们如果在沙漠里面走走行走 可能好几个小时没有一滴水 这个时候什么PSC了 什么跑车了都不重要 给你一罐水 你就是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所以我们这个作品是非常有歧视的 第一是从这个这个计时 这有点计时 不算他这个艺术属性 他是从技术的手段告诉人家 事实上还有这么样一个地方 又在美国非常讽刺 在美国那么好像是世界最牛的地方 他他他他还有这么糟糕的卫生环境 同时呢 又让大家知道 让大家反省 让人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的 一切这个幸福的东西 我们拥有东西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那么这样的这样的作品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值得尊敬的地方 因为他首先他会让让我们知道 我们其实非常非常的快乐 非常非常的幸福 他看上去是很负能量的东西 其实是很正能量的一个级别 然后同时呢 他在帮助生活在那边的那些 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的这些人 他在改变这个社世界 他在帮助同样身为人类的周围 周围人 我觉得这是摄影师的觉悟 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这套作品的地方 希望大家呢 能够通过我的一系列的这个分享呢 有一些灵感 同时呢 也可以开始唤起 唤醒起我们作为摄影师的决心 我们对是我们作为摄影师的这个责任感 我们对社会的责任感 我们需要去帮助周围的环境也好 人也好 变得更好 爱因斯坦说过 单一的个体再强大也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当你单一个体面对总群的时候 你依然会瞬间被人家吞没 所以只有总群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所以呢 回归到我们现实 只有我们中国人我们族群越强大 我们才真正的强大 发挥我们摄影师应该有的责任感 就像我今天说的摄影师那样 谢谢大家 我是行李